8月23日,音箱号统一口径,陈丰少峰赵丽颖马上公开恋情,两人的恋爱曝光通稿已经发到各大媒体邮箱了。 但晚,赵丽颖和冯绍峰被拍到低调,现身北京三里托买买买,赵丽颖戴着白色鸭舌帽,还用口罩带预言,冯绍峰头戴黑色鸭舌帽搭配同款口罩,两人都穿着白色短体,还有同款小白鞋,大大帮帮牵手帮街毫不避乎公开穿情侣装,两人伪装很成功,但还是被路人拍到了。 8月22日,冯绍峰主演的古装剧《在内蒙古正式杀青》,杀青仪式结束后,冯绍峰搭乘经济堂连夜飞回北京,本次认出冯绍峰这两天戴的是同一顶帽子。 CP顿感叹,冯绍峰,22日下午杀青,当天晚上就同西林郭乐飞北京,23日就和赵丽颖牵手逛街,他两台不在意外接说啥呢? 欧玉博主说两人在三里屯的服装店,买了十万家第一副。 赵丽颖粉丝嘴硬,这没拍到正面就别造谣。 欧玉博主回复,趁赵丽颖冯绍峰在店里买东西,是因为极具变十度的嗓音被店员当场认出。 还有人爆料同事在机场碰见过冯绍峰、赵丽颖。 他们早就在一起了,从营销号斑化冯绍峰、赵丽颖即将公开练情,到两人被曝出千束晃三里屯买买买买,这对肥文情侣在渡村上热搜,引发全民关注。 赵丽颖平凡上线十四次,却没有出面否认恋情。 难道真相告没有说,那那样两人公开即结婚吗? 知情人称赵丽颖就是恋爱了,但没怀孕,她和冯绍峰好了很长时间了,一直不公开视觉的四人事情不想被打扰,还担心双方粉丝闹不合。 港媒体爆炸丽颖冯绍峰年底结婚,据香港苹果报道,两人16年合作电影《女儿国时擦住爱的火花》,已秘密交往两年,像俩口即有结婚计划,若无意外会在年底完婚,因双方知名度都相当高。 担心突然公开认情引发本次反弹,因此至今都保持低调,真结婚了才会公开。 感谢观看